57 multiplied by 135 is and and 695 square root is 87.7 and change you're saying you've read it yeah I've kind of moved on to differential equations now 她是一个神头 七岁的智商已经达到了大学教授的水平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故事片天才少女 七岁的麦瑞和大帅哥弗兰克生活在一起 弗兰克是一名修传工 两人和一只独眼猫相依为命 小日子还过得去 眼瞅着麦瑞到了上学的年龄了 弗兰克不得不把麦瑞送进了学校 麦瑞这边刚上了校车 一直跟麦瑞玩的不错的包祖婆酱油事 气呼呼地找到了弗兰克 她担心麦瑞一旦进入学校 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并带走 酱油事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 麦瑞在学校超乎常人的表现 很快便引起了女老师邦尼的注意 当其他的孩子还都在为一加一等于几这种小儿科 争着回答的时候 麦瑞已经能算出三位数的惩罚了 当学校的女校长来教室视察的时候 待着实在没意思的麦瑞 希望弗兰克赶快过来把她叫回家 弗兰克来到学校见麦瑞 其中一个女老师生抽姐说 自己每周五的晚上都能在某酒吧见到弗兰克 女老师邦尼认为麦瑞是个数学天才 但弗兰克却说麦瑞只不过是学习过某种运算方法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天才 虽然弗兰克说的轻描淡写 但女老师邦尼还是觉得不可思应 麦瑞极力想说服弗兰克让自己留在家里 但弗兰克并没有同意 因为她需要麦瑞和同龄的孩子交流 有普通孩子的正常生活 麦瑞对数学的天赋 终于让女老师邦尼坐不住了 她在网上查找了关于弗兰克的信息 发现弗兰克的姐姐居然是一名数学家 而且在六年前已经自杀了 晚上邦尼在酒吧找到了弗兰克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麦瑞是弗兰克姐姐的女儿 六年前的一个晚上 弗兰克的姐姐带着仅有半岁的麦瑞来到了弟弟家 希望能和弗兰克好好感待 但当时的弗兰克只顾着每天泡妞 根本没注意到姐姐的情绪 当他晚上回家之后 才发现姐姐已经自杀了 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半岁大的外甥女儿 母亲自杀之后 麦瑞就一直和舅舅弗兰克生活在一起 至于麦瑞那个不负责任的老爸 在麦瑞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跑掉了 麦瑞的老爷很早就去世了 麦瑞的姥姥是个女强人 自打弗兰克的姐姐怀孕之后 就再也没有跟自己的女儿来往过 原因是弗兰克的姐姐不听话 没有按照她的规划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麦瑞不仅在数学上有着惊人的天赋 而且还正直勇敢 当她为了帮助受欺负的同学 打伤了一名12岁的男生之后 弗兰克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女校长希望麦瑞这种天才 能够进入到名校学期 但是被弗兰克拒绝了 因为他们家族有好几个人都去过这种学校 她知道那种感受 也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她只希望麦瑞能像普通孩子那样快乐地成长 转过天 当弗兰克和麦瑞从学校刚回到家 就看到弗兰克的老妈 麦瑞的姥姥正站在大门口 姥姥送给了麦瑞一个苹果笔记本 这位七年来从来没有看望过外孙女的女人 这次是夜猫子进宅 无始不来 原来是女校长联系了弗兰克的老妈 弗兰克的老妈希望能把麦瑞带走 到一个更好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 在这个穷乡屁长都把孩子给耽误 弗兰克家都是神头 她的老妈本身就是一位数学天才 她的姐姐在数学上也是有着超人的天赋 弗兰克的老妈一直想把自己的女儿 打造成伟大的数学家 但她只顾着培养人才却忽视了人性 最后把女儿逼在自杀了 弗兰克当然不能让自己的外甥女 重蹈覆辙了 因此她断然拒绝了她老妈的提议 她老妈也没客气 声称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把外孙女争取到手 麦瑞整天在家研究数学 搞得弗兰克忧心忡忡 她只好强行把孩子带出去玩耍 麦瑞的姥姥终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开始跟自己的儿子争夺麦瑞的抚养权了 法官对这种窝里豆的情况 希望双方还认证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 但双方都势在必得 不同意套节 有钱的姥姥请的是白人金牌律师 而穷困潦倒的弗兰克 只能请一位黑人律师替自己争夺权利 女老师邦尼在酒吧找到了心情郁闷的弗兰克 两人把酒言欢 最后酒后一时冲动 女老师邦尼睡在了弗兰克家 周末麦瑞通常都在包祖婆家饿室家过 她早上回家取东西的时候 跟她的老师邦尼遭遇上 这件事搞得弗兰克和邦尼都非常的尴尬 姥姥向法院提出申请 把麦瑞接到自己家过几天获得了批准 姥姥给麦瑞看了家庭照片 还讲了一些在剑桥大学研究数学的经历 原来麦瑞的姥姥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结婚生子了 因此中断了自己的事业 她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所以才会逼着女儿延续自己的事业 转过天 姥姥带着麦瑞到大学进行测试 墙上悬挂着科雷数学研究所提出的 七个千禧年大奖单题 其中就有麦瑞的老妈正在研究的一道题 趁着这个机会 姥姥开始给麦瑞洗脑了 灌输研究数学的伟大意 测试的结果令大学的教授相当的吃鸡 麦瑞不仅答对了题 而且还表现出了超出她这个年龄的轻伤 几天后 姥姥把麦瑞送到了弗兰克的身边 虽然姥姥对麦瑞很好 但是麦瑞觉得姥姥这个人太专横了 她还是愿意和弗兰克在一起 为了把麦瑞争取过来 姥姥居然把麦瑞的亲爹给找到了 这个渣男跟麦瑞的老妈交往了一个多月就消失不见了 而且跟麦瑞也从来没有见过面 在弗兰克的律师强大的攻势下 她不但对姥姥争夺麦瑞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作用 反而在法庭上被羞辱了一番 麦瑞的亲爹出现这件事 给孩子造成了不巧的伤害 她这个年龄 根本无法理解一个父亲 为什么不愿意见自己的亲生女儿 为了让麦瑞感受到所有人都是爱她的 弗兰克带着麦瑞来到了富产哥医院 当产妇生下孩子之后 全家人的激动之情抑郁也没有 这时候弗兰克趁机告诉麦瑞 她当年出生的时候 全家人也都非常激动 空洞的说教不如鲜活的实力 在那一刻 麦瑞也感受到所有人对她的爱 再次开庭之后 黑人律师对姥姥展开了质询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专心研究数学 弗兰克的姐姐从小就被管束得非常严格 没有快乐的童年 没有任何业余爱好 总之其他孩子有的她全都没有 甚至于长大后谈个恋爱 还被姥姥给棒当鸳鸯了 而姥姥那边的金牌律师 则以弗兰克糟糕的生活环境 不适合麦瑞这种天才成长为由 请求法官把监控权判给姥姥 原来弗兰克以前是 博承顿大学的助理教授 就是因为她姐姐的自杀 她才辞职带着麦瑞去了南方 由于双方都担心官司会输 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把麦瑞寄养在别人家里 让麦瑞进入到培养天才的学校念书 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 让她离开熟悉的家庭 离开自己的好朋友 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这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麦瑞非常恨弗兰克 因为弗兰克曾答应我 永远不会离开她 Franc也是有苦说不出啊 即便说了麦瑞也不会理解 最终她还是忍痛抛下了麦瑞 几天后 女老师邦尼在图书馆 看到了一则出售宠物的广告 其中就有麦瑞的那只独眼猫 之前收养麦瑞的夫妻 答应会把猫留在麦瑞的身边 可现如今出现这种情况 令弗兰克怒不可遏 她带着麦瑞的好朋友 女房东酱油室 直接到寄养家庭要人 刚好碰到了麦瑞的姥姥 原来麦瑞的姥姥对猫猫过敏 把猫弄走是她的主意 弗兰克希望麦瑞跟自己回家 但麦瑞还生着弗兰克的气呢 根本不愿意跟弗兰克回去 搞定麦瑞之后 弗兰克冲自己的老妈 扔过去了一枚重梦渣男 原来她姐姐已经攻克了那个难题了 但她一直没有发表 为了报复自己的老妈 她告诉弗兰克 只有他们的老妈死了之后 她才会公布研究成果 听了弗兰克的转述 姥姥内心就像打翻了五位平难受的不行了 最后弗兰克提出了一个办法 研究成果归她老妈 作为交换 她把麦瑞带回去过普通孩子的生活 古有伤众勇 今有魏永康 其实在现实中也不乏有这种实力 1983年出生的胡丹人魏永康 两岁掌握一千多汉子 四岁学完初中阶段课程 八岁进入县重点中学 13岁以高分考入大学物理系 17岁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朔博联读 于2003年被学校选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千万不能瞎胡来 八苗助长不可取 多些爱护和关怀